一两千块的冲锋裤你真的需要吗 如果你还在犹豫或者是刚刚入门户外 我强烈建议你试下它的超级平屁 需要二十分之一的价格 如果你去雪地露营或者长线徒步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专业的玩家都会穿上它 它们就叫做雪套 当我们在雪地徒步或者露营 尤其是积雪非常厚的时候 如果没有雪套 积雪有很大概率会从你的跌口或者裤脚渗进去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刺骨的寒冷 尤其是雪化成水之后是非常的痛苦的 雪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罩子 像我手里的这个它又采用了防水的面料 底部有绑带 前面还有固定在鞋带上的扣子 侧边有防水压胶的拉链 顶部还有可以收紧的抽绳 它可以完全包裹你的斜口 还有裤脚的位置 非常的延时 不管是积雪还是雨水 甚至短时间的进到水里面去 它都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腿脚 不被打湿 在冬天的话呢 就是非常保命的一件装备 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在雪地 就是没穿袖套 在火上烤了很久才缓过来 如果再久一点 它可能真的要被截止 除了能防雨雪之外呢 这种雪套一般来讲 还非常的坚固且耐磨 如果你在沙漠徒步的话 它还可以防止 沙石进入到你的斜里面 去磨你的脚 也可以防止一些低矮的灌木虫啊 稻刺树枝对你的斜裤子的迫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如果你在马黄鳞徒步的话呢 那些马黄大概率是从你的脚踝钻进来的 所以雪套还可以防止一些 蛇虫鼠蚁的叮咬 甚至还有我手里这种祖然的鞋套 在户外焚火 烤火的时候用的 所以对于刚刚接触户外 或者是预算比较吃紧的朋友 冲锋库并不是非买不可 不妨试一下雪套加上雨衣的这套组合 加起来也就不到200块钱 已经足够解决你大部分的户外问题了